再來看二人關公辦民營的實驗教育學校 林文 郭中修跟政府的合佑 明年七月就夠期 因為兩天的儲勢 占對經費的來源 和財務的幾月都不夠上席 洪鐵匯要求要修正 再來進行第三次的審査 不過 也能去賣賞 地方臨時的這期 要在明年七月夠期 不過現在 代表協會 拿出的教育書 經費兩次操心 都讓我們要求收將要再審 不然我們好好經營這麼難散 有心法委員認為 協會教育書來 主比辦學基金只有四十萬 是太少 這個案已經失去民營的意義 我們等於是用人力的投資 來去實踐我們的教育理念 而不是錢 代表雙雙是說 早上的協會生員 都是學生家長 根本是這個人在辦學 沒有特別這麼做經費 而且好好投入的金額水沒多多 不過投入很多人力 來實現夠有理念 任文國中修發生經濟 已經是第一次 以前就不發生經營 但有的收費沒進去學校 還有因為創辦人 校長 還有老師 聯合早點心碎 讓歡迎破形 我給這句的聲音這麼多 人文國小的人事規章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他跟母法 是還蠻衝突的 因為他就算是公辦公營的 一種學校的另外一種形態 管政府當年騙的三千六百萬議選 經營任文國中修 有關於完成為 人文國中修的行方 根本是公辦公營學校 民間投入的力量不足 教主對學校也沒有先進感到的接任 也正學校的預算 在官議會 也是洪波流 那縣府沒有預設任何的立場 那就是有不足的部分 我想這個 不管在出城的作業 我們都會把現場理解 把它納入 教主表示 新秋兄拿出的價位書 後來會還有第三次操心 年初通過 十五間九星會心者 希望明年七月合約到期前 心者可以有結果 不是國界對學校的意見 都會立即心者 不過國管政府 不會以設任何立場 會尊重心者委員 會教育專業到心者結果 記者 綜合報道 從日本回合到日子 抱怨 恐懇 審査